我们静静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音缘小剧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的是 两厅音乐的顾问平衡老师 他也是台湾的艺术的推手 要请他来谈谈我们今年2014年的国际艺术节 非常谢谢平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台湾国际艺术节 谢谢顾问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面 还能够来这边和大家来推展这个艺术的这个 宣传 这一次艺术节它的这个主题是婉转世界 经典不设限 特别谈谈这一个部分 我们常会说翻转世界 翻转世界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带着那种 我要把你翻过来 有一点不服气 可是用一个婉转 就是觉得说其他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 那我觉得台湾国际艺术节 其实到现在办来第六年 我觉得其实还蛮不容易 就是每一年其实都有推出 很精彩的国际的节目 可是更重要也要有很厉害的国内的节目 是 因为我们看国际上的很多艺术节 那看起来有点像是 好像做一个自助餐 大家就找了很多菜 我们都可以来吃 可是很重要是说我们怎么炒出一个 我们有一个本地特色 所以我觉得台湾国际艺术节做到了 一方面它能够有很精彩的国际 可是也会有很 蛮有特色的国内的节目 那这次用题目叫做婉转世界 就是也希望大家说 这个菜单虽然是一个自助餐 可是有很多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能不会像你想象的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看经典 大家要抱着正经为座的态度去看 那其实就是即使看经典 也可以放轻松 是 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谈谈像 你们请到了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 还有这个歌仔戏像布袋戏 还有昆曲这些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戏剧类的 我觉得唐美云老师就很厉害 因为他先在镊子里面演了一个角色 所以演了八场 他是演洋教头 本来就是一个半男半女的角色 又在里面他加了很多戏曲的身段进去 那就是一个很厉害 很幽默又很抢戏的镜头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做 那个胡公子奇谈 那我觉得他们云歌仔戏 每一次都很不一样 因为他每一年其实都在找创新的剧本 那我们特别是我觉得传统戏曲 它的难就是 因为传统戏曲通常发展了很多年 那这么一两百年下来 它可能就是它的规格 那个程式 它会很 固定 就是很固定 那你要能够怎么打破它 可是又不失它原来的味道 其实是挑战性很高 那我觉得唐老师每一次 从剧本创新就很有趣 他会去想各种可能性 然后再加上他舞台 很善用一些舞台的视觉效果 所以做出来就会是 大家觉得是 这个是电视歌仔戏看不到 野台也看不到 然后平常一般的戏剧也看不到 就是集合各家的优点 然后做出来一个 每一次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一定大家要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國際的戲劇 妳們也邀請了一些 很特別的節目來 給妳看一看 國際就是 我覺得我們看到的幾個 可能都會是一個 像是跨領域結合的 就是很多像視覺的 特技的這些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好像有點像太陽劇團嗎 不是 它可能又比太陽劇團的 在劇情上面 藝術表現可以更深入 那或者說 像太陽劇團一般 它是可能給幾千個人觀眾看的 所以它有些東西 它必須比較誇張 那我覺得走進兩廳院 因為我們有兩個不一樣的劇場 那妳在大的舞台 雖然是 算是國家劇院的大舞台 可是大概一千五百個位置 所以 差不多每個位置的角度都還不錯 所以妳還是可以看到 表演者一些比較更細緻的地方 那另外因為還有 CNG長好 那就是更近距離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 也許有特技有這些 綜合的這個藝術 可是它會做一些 更細緻的一些表現 是我們可能沒有預計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要谈到是 老师最擅长的舞蹈节目的部分 像这次演出的纪理安计划 这个纪理安是舞蹈节 大家非常响叮当的名字 可是这个人也很有趣 他自己成立舞团 大概在30年后 他就决定说 我要离开这个舞团 他甚至说经过了10年 他就觉得说 今年这个舞团 他原来参与的荷兰舞蹈剧场 他在2014年 不可以再跳他的作品了 他是觉得自己 一路把他抚养长大的小孩 这些人应该让他独立 他反而他自己就觉得 他来成立一个叫纪理安计划 所以他就把以前的 他合作过的一些老的舞者 然后合作过的艺术家 就大家可以集合起来 他也因为以前是大的团 所以我常常要顾虑到说 我30个舞者 每个人都要有表现 他们要有压力 现在的话他就很自由 这一次来的纪理安的计划里面 他合作多年 也是他自己的亲密伴侣 就是这个Sabin有来 然后也有像他的服装设计 就是已经在舞团工作了30年 现在就离开他年纪70岁 来跟他一起工作 他也因为是跟两厅院做合作 就是一个等于共同制作 所以他也为两厅院这次的艺术节 编了一个新的舞 叫做Fortune Cookie 幸运饼干 那内容是什么呢 他到手眼前他都很保密 他就说一定不一样啦 那他这次带的四支作品 就可以看到说 四种很不同类型的 就是有的是配合影像 是一个非常戏剧性很幽默的 那也有双人舞是那种技巧 非常的两个人是搭配的天衣无缝 很巧妙的 还有这个我们都看没看到 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一个视觉感很强的作品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 一个人这一辈子编了这么多 他这四种类型会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出现 因为通常创作还是有一点点风格 可是他的多变是 我觉得是这一次想要做的 而且他特别为艺术节来编一个新的作品 所以以前你想说 我们自己在80年看这个团演出的时候 真的很难想象说 30年后这位大师 可以为台湾的观众编一个新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台湾对于艺术的肯定 支持 我觉得也受到国际上很多的欢迎 对于艺术的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在做西班牙舞虽然很多人在学习 可是普遍来讲乐手不够 大家能够用临场的这个 去感觉内在的节奏 比较机会不多 当然这一位就是天后 他们带出来的舞者多少没关系 乐手一定一大堆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用一个很有临场感 而且去看彼此互动那个节奏 怎么去转那个 我觉得是会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西班牙舞 因为以前大家放名歌比较是小的段落 那如果要把它串成一个比较长的作品 是比较不容易 因为你要有结构 因为卡门可能是最多 可是不能一天用卡门 所以还会有一些别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值得大家 可以去关注的焦点 是 这个是香港的纪念二十面题 跟我自己的舞蹈空间 我们做的合作 纪念二十面题 它的名字就很怪 纪念还能够了解 什么叫二十面题呢 二十面题是人的三个面 就是一个正在前面的一个门 跟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一个轮 跟一个桌子的这个面 如果这三个 每一个面都有四个角 把这四个角全部连起来 就会有个二十面题出来 那德国的一个编舞家 他拉邦 他说人只能够活动的范围 其实就在这个二十面题当中 那我自己是1980 80年去纽约念书的时候 因为学了拉邦舞谱 所以我知道这个二十面题这件事 所以我回来第一次看到这个团 我说太神奇了 我们才刚学 才了解了这一个 结果有人就把它当成一个 名就是 团名 那经验原来在香港 是算一个非主流的团 就是当大团在拿 1500万港币资助的时候 他们一年拿到15万港币 可是我觉得看到他这几年 一直在成长 他从观念上 他带出很多新的前卫的观念 然后演出的丰富性也很多元 他有以建筑家为系列的 然后也有以宗教为系列 像《华严经》 那这一次如梦幻炮影 做的是金刚经 那他也有非常政治批判的 他有做东宫西宫 讲大陆香港之间的差异 那他从原来的非主流 到现在其实可以算是主流 他一个演出 像常常扳演 像东宫西宫 或者他的万历十六年 讲那个历史 万历十五年 讲那个历史的话 大概前前后后演了超过百场 所以他算是越来越能够掌握 表演的一些重要的精神 那所以舞蹈空间这次跟他合作呢 我觉得就是 认识很久 很多时候是在那个会议的场合 他对环境的建构也非常的着力 那这次合作就想说 好我们来看看可以玩些什么 那他那时候一提是金刚经 其实我自己都吓到 你知道我们就修炼不够 然后又知道金刚经不是 应该是佛法里面最困难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 你要怎么样来解释 跟怎么样呈现呢 那我就觉得 他们果然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他先让舞者都去抄经 好 就写 然后就从那个字里面 就可以看到说 有的人字是这样 有的人是那样子 所以他这是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呢 他就设计了一个叫做金刚牌 他把金刚经的字 就是变成每一页 所以里面有一些字 然后他就 舞者就抽 抽完了 他就要依据这个 来创作一小段的作品 所以他好像是解释 又好像不是解释 因为他自己在讲 这个导演文威 他本身是建筑师 然后从事表演很久 那他自己一开始就说 他叫做非法编舞 那我说 对啊 你是导演来编 本来就非法 可是后来我说 原来金刚经里面讲很多 是非跟空的概念 所以他不要用一般的常态的方法 来编舞 所以他们从字出发 然后再从字里面 也有声音 每个舞者还要背一个一分钟的经号 那可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一段 然后你能不能真的理解这个字 他们念出来的顺不顺 这个都变成导演在观察这个表演者里面 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他的个性 所以舞者就被挑战很多说 我不能按照一般的方法 就是编舞者教我我就做 我不行 我一定要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说 这个非法这个法很有趣 就是要让我们达到一个共同的共识 可是也要不能按照常态来做 可是结构上它非常规则 如梦幻泡影总共就是五段 每一段十六分钟 所以加起来八十分钟 可是然后第一段呢 就是读舞 十六个读舞 一分钟 第二段呢 双人舞 所以十六分钟就是八段 那第三段是三人舞 每一段四分钟 就四四十六有四段 然后再来就是 六人舞就是八分钟 所以两段 最后是十六分钟全部 所以我们说 我就想说很少人 这个真的是学建筑 对 很少人做工编舞的时候 就是想一个创作是这么规则 可是是这样吗 他想想那个 其实很多大家对时间的态度 是这样 一分钟的来由是 很多的广告的音乐是一分钟 是 是一个Jingle就是一分钟 那很多的流行歌是四分钟 所以它差不多是 就是中间的这一段 他说很多的舞蹈 喜欢的音乐 是差不多八分钟 所以他是从这个人的习惯里面 再去把结构这样做出来 是 那我就问一下 那个作曲是余逸瑶 是香港一个人山人海的音乐总监 他说你喜欢这样被限制吗 他这样说几分钟呢 你刚好就要结束 他说喜欢 他说我就不要啰嗦 那我就刚好在这个时间就做 可是我看起来它也不是简单 因为他们会一直去想说 我怎么样 这一段舞 因为我们有这个 每一段舞又选了字 选了金刚经理面的字来呈现 那这个字的意境要怎么出来 那他也会去尝试很多 那我们另外这次还有一个是 叫卢凯彤是香港的一个歌手 也是吉他 可是他这次不唱歌 全部都是吉他 所以他也可能像 他有中间如梦幻炮 第四段的时候 他会把吉他横过来 有点像古琴 所以制造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那最后当然影的话 就会有镜子 有投影 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合作当中 的确看起来 他们就说 你们会不会敬念太主导 的确敬念丢了很多功课 可是我说最后出来的 一定是舞蹈空间 就是台湾的舞者 他们也觉得 你们舞者很有趣 因为很开放 就是什么可能都可以做 就是有的时候 他们是用声音来主导你 就是你讲话我跳 你讲话我不跳 或者说我对着你跳你要讲话 我对着你跳你要讲话 所以舞者有选择权 或者是讲话的人有选择权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从工作坊 慢慢一步一步发展到后面 所以我相信说 最后的演出其实是 两边要共同才一定可以完成的 是 是 看起来 是 词 我們又要請平衡老師來談一談 這支的音樂性的節目 對 有一些很特別的製作 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對啊 就是這個藝術節實在太棒了 我自己覺得 像音樂節目這支 所謂的胡德夫 我們知道胡德夫 不管是聲音 或者是他在作曲 在用字上面 都會不一樣 這支題目叫 就是其實看起來 應該就是 一定是會跟你的土地 這些比較有關係 我覺得在兩天院那個音樂廳 因為是可以兩千個人一起 它的音響的感覺 是跟一般的 你去小巨蛋廳一定是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在音樂節目上 這個東西會有特色 另外還有一個編鐘 我們知道編鐘 就是一套兩千多年前的東西 很重的 很重 可是它這一次 它跟了很多種的樂器在合作 甚至還有管風琴 你說兩天院那個管風琴 不太容易 音樂廳的管風琴 每次都要為它特別設計 可是這次真的沒有想到說 其實編鐘還可以跟管風琴在做 然後也找了好幾位的當代的作曲家 像前南章啊 又什麼 就是一起來合作 所以我覺得是為編鐘這個傳統的樂器 又找到了新的當代的作曲者 可是又跟了很多種不同的樂器合作 所以我覺得是給編鐘帶來 應該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生命 讓大家重新來認識 還有一個是印度嘛 有希塔琴 對 我覺得這幾年 我們從對西洋音樂開始認識比較多 就是我們可能聽小提琴鋼琴的多 然後到目前我覺得越來越多 那個方向是移到了有點像亞洲 因為亞洲其實有豐富的傳統 那我們以前聽的國樂可能是這一類型 就是胡琴啊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 又把從這麼西 從那麼西方 然後到這麼東方 又開始在東方慢慢的長大 就是對於亞洲其他地方會開始比較注意 那就是好像大家都有很長的一個傳統背景 可是大家在音樂表現上面 音色上面 都是很不一樣的語彙 所以我覺得也還蠻值得大家去認識一下我們的鄰居 然後有機會去看一下說 傳統是怎麼樣發展 然後他們現在走到什麼 還有未來的可能性是什麼 感恩顧問來到這個節目當中 為我們介紹這麼精采的這個藝術活動 非常謝謝你 希望每一年都能夠有機會來到節目當中 為我們介紹這麼好的藝術活動 老師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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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節目時間到了 我們要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更要感謝的是顧導播 也電台所有的工作人員 姻緣小聚 我們下次再聚感恩 謝謝 老師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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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